好了 大家好 然后记忆一个粉丝 然后亲自来这儿 让董哥给他 他这二开的盘 然后董哥现在进入母艇间 准备工作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盘子清理干净 因为怕有灰尘 带着我们的工作间 好的 我们准备进入超性间 好的 我们要把这个盘 因为它这个盘是二开的 然后 我们前期工作要多准备一些 同行人应该知道 这个1823的盘呢 这个刺头非常难配的 所以形号一样 这个板号一样 还有一个最好是电机号也一样 这样的话 配头成功率比较高 我们看到了盘片 然后稍微有点划刹啊 我们要找我们的专用工具 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就是直接垫刺头啊 所以它是坏的 咱们也得保留它一样 最好是完整的 我们把坏的刺头提出来 把这个盖上盖一下啊 为了保护一下 然后现在我们把这个配件盘也要把刺头取出来 所以好多粉丝都问这个到底开盘恢复数据 怎么收费的呢 可以刺信董哥啊 然后需要硬盘的这方面 你可以联系董哥 董哥这个渠道是挺好的 好了 我们把这个好的刺头取出来 你是哪个客户啊 我知道你是远 我知道你跟我说你是什么问题 换四楼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难度的工作 我们在超镜间做完牌后 也要密封一下 因为螺丝孔都有可能进灰尘 因为微型的颗粒可能瞬间的进去 所以这边这块我们也很注意的 所以说好多粉丝自己在家都打开盘枪了 因为刚才那个刺头啊 上去就坏了 然后我再找一个配件 所以说恢复一个数据也是非常难的 有像特别是1823这种板子 这种盘的刺头啊 太脆弱了 而且恢复一块盘有可能用五六个刺头 这都避免不了的有时候 所以董哥给他找个配件 待会再重新开 哎呀今天视频就拍到这吧 然后找了三个刺头都是一样的 然后不认盘敲盘 好的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董哥视频 先转发关注一下 这个盘有可能翻车 好嘞 再见